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随神 那这一集的牧师邀请了Debbie牧师和义俊传道 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分享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记得在牧师今年分享放松的时候 就讲过 要不住的祷告 要常常感恩 我觉得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 面对世界这样的局势 人家很多大家的focus 甚至基督徒都是看到不好啊不好啊 而且会移民啊或怎么样啊 但是牧师常常教我们不是看这个 而真的是要看着神 然后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那牧师要不要来分享 哎 怎么样来这样 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心态 新约的保罗书信里面教导我们呢 要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不住祷告凡事借恩 还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察验呢 就我觉得 上常喜乐 就是我们放松 是 跟不住祷告 凡事借恩 很有关的 那我会觉得 真的从凡事借恩开始 我们能够凡事借恩 我们就可以上常喜乐 还有可以让祷告继续下去 是 你很想坚持祷告 有时候很难的 但是 凡事借恩 就是感谢神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跟随神里面 我们继续去祈祷 继续去经历神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因为当我去借恩的时候 世界虽然很多变动 很多艰难 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但是我们却去看神的作为 当我们借恩的时候 就将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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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神的作为上面 这个正是诗篇所说的 内向神的作为 那我们就感谢神了 而且真的看到神掌鼓一切 真的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 又可以放松了 是 又继续经历神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震动当中 震了出去 对啊 我们面对疫情 之前就面对社云 自从2014年开始 9月30日开始 社云 占中开始 一直这么多年 我们很期待 今年快点好一点 好一点 其实每一年都很不容易 现在来到2024年了 接近十年 是经历过很多风浪 但是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 虽然有社运 有些人真的被动摇了 又有疫情 有些人真的改变了 但是我看到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 神很祝福 真的 是的 我们的人数其实是没有减度的 2018年的时候 我们主日聚会 就是 attentance 有八千多人 那到现在呢 我们是有五千多人实体在 但是线上在看着我们每个礼拜 都是收到三千多个钟 就是viewing hour 那我会看呢 其实我们的人数呢 还是保持在那里 那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我就看着神 神就都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那我就不断去感恩 而且真的 我看我们的学房也继续 而且很多人传职哦 辞掉工作哦 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对啊 很多国家外面的人都被吸引 被生命树吸引 来到这边 想真的是维生生命树 阿们 那我还有看到那个立位老师 这些是很难得的 他们辞去职场的工作 进来要从事生命树的教育 我真的是要很感恩 年轻人 是 我也很感恩 例如我在学房 我看到其实很多以前 一起成长被牧养的年轻人 其实每一个学期 都有我认识的朋友 进入学房 是吗 对啊 其实就是一起成长 看到大家都 有个心事很想服侍神 我知道不是必然的 我真的很感恩 看到一帮同路人 同一样年轻的 甚至比较近年轻的 就放下他们的工作 就很想去服侍神 那我很感恩 是 甚至最近我们有一个主崇的画剧 哇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 就是我们一帮年轻同工 看着他们长大的 到今天 他们又是很想用他们的恩赐 来服侍神 自己写剧本 自己去导演作歌 一个一个年轻人 我们由仪目看着他们长大 到清暮 到今天大尊身即清 他们摆上他的生命 很想去服侍神 我觉得我向神献上感恩 是很大的恩典 是 我觉得就这样坐在这里 已经很感恩 是 因为其实牧师承传我 因为我来的时候 是没有年轻人的 是 我慢慢去到牧养这个年轻人 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主崇的港元 是 真的是神奥的港元 我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成长 已经很感恩 就是真的不是必然 很多他这些年轻力壮的 在外面找到钱的人 就是他要放下来回应神 是很难的 所以我真的为教会 可以这样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去到承接 我很感恩 是啊 那牧师看到这一代一代的传承 是啊 不止看到他们这一代 还有他们的小朋友 是 他生了两个子女 是 是 哇 就是我们都一起 和你们 和你们去经历 上天灵的时候 是 在COVID期间 是 我说Crystal要生下天灵的时候 哇 多么不容易 他确诊了 是 又 我还听到 你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哭 是 我和你一起去呼求神 一起哭 我们宣告 哎 天灵就散开了 对对对对 真的好 很不容易 我真的很同意牧师说 那一份的喜乐放松 我以前真的不是一个喜乐放松的人 如果我面对这些的困境 很负面 很低沉 神祢在哪里 就去睡觉了 是的 逃避压力 但我真的很经历 这份喜乐放松 从感应开始了 是 来到六一一跟随神 同工早餐会 崇拜 神祕 其实牧师就一直带着我们去感应 开祖就是观看神的作为 一次一次 我觉得 我的心灵的眼光开始被挑战 是 才要不看自己的困难 不看社会的问题 是 开始就看到有很多的感恩 是 是 真的在这些的社会的艰难里面 环境 对不对 就是疫情当中 我常常都去问神 我亦都鼓励我们同工一起去看 神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神仍然掌权 祂没有失控 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又是这样 究竟神在做什么事 现在做什么事 我要体度 还有我去跟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疫情 在社运 在一切的艰难环境当中 继续跟随神 就算在香港很多人移民的时候 我们都继续鼓励弟兄姊妹 跟着神 神在做什么事 有神的 原来神在做很大的事 不过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他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慢慢 越看越多了 好像这里这一棵 这个 灯柱 是一个灯柱来的 是 在杜拜那里拍的 我们杜拜分堂 杜拜611 那个分堂的门口 那支灯柱 对着教会 对着正的 对 那我们在一个教会走出来 停车场这里就有一个灯柱 就写着611 这个是第611号灯柱 我会觉得这么巧的 真的这么巧的 是呀 于是拍了这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是呀 原来神在做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嗯 那总而在很艰难里面 他都在成就着大事 好像约伯记那样 对不对 约伯在很艰难里面 但是约伯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神知道 神掌管的 神在成就着他的心意的 嗯 那我们常常感恩 是 我们又看到神的心意 和去分享神给我们的心意 以及祝福 嗯 很感谢神 即是说呢 在整个疫情里面 啊 神又为什么会带了Richard Sharon Sharon George 对 那跟着我们 下星期我们要出发去 非洲 去南非 嗯 去connect非洲 是 在那里 去让我们的利美教师去体验 就是input 在我们的利美教师身上 亦都去connect非洲的教会 教会和学校 学校啊 那 是 就是神在做这件事 是 但是在疫情里 Richard 你看到他花了五十万 由南非 飞来香港 是 飞了很久很久 嗯 神在做什么呢 嗯 神原来在成就的美意 是 是 是的 弟兄姊妹 在跟随神的这条路上 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份 喜乐感恩的身 凡事看到有神的 神在这作供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跟随神 阿们 阿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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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